謝謝 交給你們 要把食物視率交給下一組的 來 兩位一起來 一起麻辣辣辣辣 他就跟你們一起出來的 好不好 來 1 2 1 2 愛上巧克力 珍愛找麻煩 珍愛一點都不麻煩 之後有愛上巧克力 耶 我們要歡迎愛上巧克力男女選獎 超棒的 超棒的 耶 超好玩的 超棒的 超棒的 我要送妳的禮物是一個非常實用 然後妳一定會非常感謝 而且很有感覺的禮物 來 很有感覺 好 當然可以 我猜囉 什麼 浴巾 等一下 該不會是 洗過的嗎 新的吧 應該是新的吧 No 還真的是毛巾 對 因為其實 我聽說啦 你們在跟我當初 在華人劇的第二集的時候 一樣發生了一段必須要 很突破的 對 長次 所以我打算拿這個 因為那時候我拿這個浴巾包 保住了我的明潔 所以它後來還是掉了 對 我覺得有遺憾 所以我覺得這要送給妳 然後妳斷掉 所以這當時就是 真正重要部位的那一條毛巾 對 OK 妳拿好了 還害羞嗎 我洗過 太害羞了吧 今天拍攝的狀況是 現場有很多人 呃 現場 你在看她的背影嗎 你沒有 其實 因為她在我的正面 那看到是 沒有 因為我 其實老實說 這是播出第一次 我其實之前拍過一次 背部全樓的電影 在大陸 但是因為她還沒播出 所以這是第一次播出 大家是蠻疼我的 就真的把我的正面 包得很緊很緊 緊到我都覺得 算了啦 露個肚臍有什麼 就大家都很疼我這樣子 但是 我看到預告播出來 感覺確實蠻驚人的 就像是完全的裸身那樣子 對 所以 她應該壓力也很大 因為她也很怕會真的碰到我的 就是正面 所以妳要不要轉一下 她們一直在喬一直在喬 然後我就是看怎麼樣是最好的方式 然後其實那時候還NG蠻多次 因為要剛好把整個布扯掉的方式 然後我不希望靠近它太近 所以就是拉得很緊 然後一直在NG 到最後才發現說不能拉那麼緊 要不然背後就扯不掉 所以 可是到最後 然後我看到預告的時候覺得很棒 很有那種感覺 那種爆點 下次又換你這樣子 因為我也只有背可以露 其他地方也沒什麼 我露太多了 我就不用再露 一開始我還不覺得說 因為我比較 我其實好啦 雖然我打扮像男人 但我私底下是個滿夢幻的女孩 所以一開始我只覺得說 嗯 感覺滿高級的 但是老實說後來我最喜歡的是 加了彩繪之後 因為它完全是手繪 而且它的風格比較童趣 就是有點像小孩子畫畫的那種感覺 然後有很多法國啊 義大利啊 還有一些劇情的隱喻也偷偷藏在裡面 對啊 你一進來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 我剛剛有說過 就是真的很高級很夢幻 嗯 然後剛 第一天來拍的時候不是像這樣子 後來是之後 在劇本裡面把我們大家一起花很多心血 把整個巧克力店改造成 越來越夢幻 越來越好看 對啊 所以那種感覺真的很棒 而且我覺得超好的 因為我們之前的經驗就是這樣 如果上一檔的收視率很高 我們接下來也就是會很容易就可以 比較順利的承襲他們的收視率 所以就是辛苦 兩位 真的 你有沒有準備一些什麼保養身體的東西 我最近是有比較認真在吃那些維他命 現在開始吃了 包括 現在了解了 皮膚的 因為我之前老實說就是因為年紀也不算大 所以就比較不care 可是現在發覺說 還在囂張 對 還在囂張 對 但是現在就發覺說 像有時候女生一個月一次啊 如果痛個一天 真的就是 整天都不能拍 這不能開玩笑 所以就是各方面的身體的保養 都比以前更注重這樣 我認為啦 你們兩個現在狀態還不錯 對 我認為等到昂檔的那一天開始 是4月10號對不對 4月10號那天開始之後 你們的日子 你們的人生會有點不太一樣 對 就會比較昂 然後那時候真的不太行的時候再跟我們講 我們再分享一下我們怎麼辦 就是大概該吃什麼維他命 該怎麼調整睡眠啊那些 因為真的會很感 找麻煩還有華人去所有的棚內場景是什麼樣子 謝謝